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新疆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伊斯兰化的 穆斯林回胡和佛教徒回胡之间的圣战持续了百年 直到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出现才告终止 这个人就是耶律大石 公元1124年被宋金两国夹击的大辽帝国灭亡 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契丹渔部远顿新疆 建国称帝,史称西辽 而此时的契丹人早已深受汉文化和中原政权典章制度的影响 所以西辽也规定王朝的官方语言为汉语 这是契丹人之前的面貌 这是汉化的契丹人 这是在耶律大石时铸造的钱币 康国通宝 无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自辽开国直至耶律大石 不断将华夏文明传播到异域 所以很多中亚、西亚和东欧斯拉夫人 才开始接触到汉文化 接触到华夏文明 所以自那时起 他们称呼中国为契丹 而后拥有更为先进的军事和政治制度的西辽 在新疆可谓所向披靡 包括高昌回湖在内的诸多政权 先后臣服于耶律大石 并于公元1141年的卡特万之战 将基喀拉罕王朝的宗主国塞尔柱帝国击败 至此 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东方契丹佛教徒 完胜受波斯和伊斯兰影响的穆斯林 耶律大石一举统一新疆和中亚 这跟中原王朝的三国时代合其的相似 为属无最终三家归进 而这次在新疆西辽完成了统一 自此新疆的三国时代也宣告结束 至此穆斯林的东进受到了阻挡 伊斯兰教在中国新疆快速传播的第一阶段 也宣告终止 西辽也在其控制的范围内 一定程度的推行和保护了佛教 此种穆斯林和佛教徒在新疆的平衡 持续了两百年 看到这里是不是似乎可以喘口气了呢 你错了 西辽帝国在统治了新疆80年之后 更厉害的角色蒙古人来了 粉碎了这里的一切 一代天交成吉思汗横空出世 横扫了世界 在征服了西域之后 成吉思汗将新疆分封给了他的次子 建立了茶河台韩国 蒙古统治者在早期基本都遵循着 成吉思汗之前制定的法令 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 不会强迫信教 而后茶河台韩国分裂为东西茶河台 今日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都在东茶河台韩国的统治之下 所以此时新疆的穆斯林和佛教徒相安无事 各自传教 但到了公元1353年 一切发生了改变 东茶河台韩国的君主 突黑鲁 帖姆尔韩 跟之前卡拉罕王朝的萨图克一样 皈依了伊斯兰教 成为新疆第一位加入伊斯兰教的蒙古大韩 此后新疆伊斯兰化的第二阶段正式启动 在这位蒙古大韩的发动下 伊斯兰教在全韩国境内强制推行 并在他的支持下 由突厥和蒙古组成的穆斯林 先后在库车 图鲁藩和哈密这些佛教圣地 强迫佛教徒改宗伊斯兰教 并对反对者大肆的屠杀 当年的高昌回湖的佛教徒们 躲得过卡拉罕 却躲不过蒙古人 至此 继千年佛国余田之后 新疆一个又一个的佛教中心 就这样在血与泪的清洗中淹灭了 他们拆毁佛教寺院 捣毁佛像 焚烧佛教经典 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佛教遗产 几乎被破坏殆尽 查核台韩国的各族人民 在这种对佛教的破坏 及言行俊法的逼迫之下 都被迫改宗伊斯兰教 这是爱提卡尔清真寺 始建于公元1442年 正是在东查核台韩国 统治新疆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经过不停的扩建之后 占地达到了1.68万平方米 成为现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 在国内外宗教界均具有一定的影响 并在2001年列入全国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6世纪初 伊斯兰教将佛教势力排挤出了哈密 一部分不肯屈服的佛教徒们 不得不继续向东 撤退到了今天的甘肃敦煌 此时的中国历史进入到了明朝 大明在将蒙古赶回末北之后 统一中原 并以控制新疆的蒙古部落 在哈密反复争夺 但自始至终无法重新掌握西域 至此伊斯兰教在传入新疆以来 第一阶段所形成的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 北疆宠信佛教的局面被打破了 第二阶段之后 宗教格局也逐渐演变为 全疆都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奉宗教的局面 但新疆的佛教徒曾经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曙光 蒙古被明朝击败后 分为墨南蒙古 墨北蒙古 墨西蒙古 而墨西蒙古又分为四部 准嘎尔部 和硕特部 杜尔伯特部 土耳户特部 公元1678年 信奉藏传佛教的准嘎尔部的首领 嘎尔丹 正式建立了准嘎尔韩国 而今天的准嘎尔盆地的得名 正是来自于这个准嘎尔韩国 并于同年出兵南疆 占领信奉伊斯兰教的伊尔强韩国 统一新疆 此时开始 藏传佛教也在新疆南北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 但雄心壮志的嘎尔丹 显然不满足于只有西域一余 他想恢复当年蒙古帝国的荣耀 进而进攻末北蒙古和末南蒙古 集圣时 冰封直抵今天内蒙古的赤峰市 距离北京只有一步之遥 但也许是他声不逢时吧 他的对手正好是刚刚收复了台湾 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清圣祖康熙 康熙三次亲征 击退了嘎尔丹 也开启了清帝国与准嘎尔韩国 长达70年的战争 最终在公元1757年 康熙大帝的孙子乾隆皇帝 一举击碎了这个韩国 而后清军突灭了准嘎尔部蒙古人数十万 自成吉思汗统一西域后 蒙古族对新疆500年的统治 自此也宣告终结 而两年之后 在公元1759年 乾隆24年 清军平定了大小合作叛乱后 新疆再一次完全重新回归 中原王朝的版图 而上一次还记得吗 那是900多年前的安息都护府了 乾隆皇帝将西域这片土地 重新命名为新疆 而此时 摆在他面前的这片土地 已经不再是那个已被伊斯兰化400年的高昌回湖 和伊斯兰化超过700年的千年佛国余田了 至此 是不是藏传佛教在新疆就此消亡了呢 其实并没有 他的火种因为一次人类壮举而得以保留 还记得墨西蒙古的四个部吗 其中有一个叫土耳护特部 之前被准嘎尔部击退后 西迁至今天福尔加河下游 建立了一个土耳护特韩国 此后由于沙皇俄国的到来 强迫他们信奉东正教 而信奉藏传佛教的土耳护特部不堪压迫 在首领沃巴西克汗的带领下 实现了又一次的人类奇迹 在公元1771年1月的寒风中 秘密带领部族千里东归 在沙俄的疯狂追击下 历经半年 在西迁一百多年后重回故土 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 接见了沃巴西克汗 并在新疆勘察多处水草丰美之地 给土耳护特部人民做牧场 而新疆的藏传佛教之后 得以保留和发展 直到今天 好 到此为止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新疆 从一个千里佛教圣地 到伊斯兰化的全过程 无论在历史上 新疆的各个宗教如何演变 我们都应该坚守相互尊重 合而不同的宗旨 世界宗教之大同都应以善为基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皆是如此 文明传教且摒弃留弊 断绝杀戮 不盲目迷信 则新疆可长治久安矣 好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